那今天我先唱吧 好 我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 叫做《弱把你》 我也是被这首歌治愈到 就是我为什么想唱这首歌 我觉得听到这首歌 就会想到朋友们 我是那种 可能节目录完之后 我都不会那么直接地表达说 就是我会喜欢你们 每一个人的那种性格 但是我可能就走了之后 就会想念到大家 但我的方式就不会说 即使有微信也会问 你在干嘛什么的 我可能会听你们的歌 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去 觉得去想念一下朋友 对 就是感觉就像歌词里面写的 你们都是歌一样的存在 下次唱你的歌就是想你了 意思就是 我跟杭林也加了很多年微信了 然后他上一次 他上一次联系我就是 我联系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 我说我要唱那首歌 可不可以授权给我 不是你拿去唱 那我们可能挺像 我上次找虎子说 请问你在北京有什么录音吧 我打招我都在干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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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具人吗 是 你们把什么虎子当工具人了吗 都是有工作才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接下来 若把你送给大家 若把你 冰作歌 若把你 美 美 美美美美 好美 谢谢 来 干杯 谢谢大家 好灵啊 灵灵 真的高山流水啊 完全颠覆性改编 对 而且那个前面真的很空灵 他所呈现出来的感受 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主歌里面啊 就是真的很考验歌手 他是有一点点离调的 他有一点离调 如果歌手的就是 歌手不够好的话 他会被拽跑 所以说真的很考验歌手 谢谢 我觉得你在台上面的那个感觉 你每一次都让我很喜欢 就是你每次表演的时候 都好像进入了一个角色一样 对 我觉得他像那种七彩迷路 你看到他你就知道 他有他是有光环的 他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美的 其实我觉得林姐在我这是一个 就非常细腻的女孩 因为其实你刚才说你是个比较被动 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在用他的一个方式 再去向我们传达爱意 像录制前 他会跟我说录制场地比较冷寂的带毯子 他会有这种很温暖的细节给到我 那我还是个人 还是个人 你说谁呢 没有啊 因为我看他的服装穿的是比较短的嘛 比较容易着凉 这么这个朋友冷 就半夜给他发个消息说你不要着凉 好姐姐 好姐姐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